第十二點 現在我們就說Tie in sale 第十二點 Tie in sale 其實在張勇翔的書中也有說過 其實Tie in sale 介紹的就是IBM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你買一台影響機 但那間公司覺得這台影響機很厲害 所以這台影響機不太洩 所以他就不想讓你拿出去維修 他就定期派人來維修 那時候他就遇到一個問題 那他的問題就是 你用得多和少是應該的維修費不同 如果一個人一個月 可能只印一兩張紙的時候 我收了一筆很厲害的維修費 收了一筆跟一個人印成千多張紙的人 一樣的維修費的時候 那好像是於理不合和 或者是不太對 或者是我們做不到 做不到價格分歧 或者是用得多和少的人 我們某程度這件事 其實Tie in sale 會減低了我們的測量 那你怎麼減低呢 我們這次老闆想到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就是我用這些紙 這台影響機只可以用這些紙 對方來說 這些紙只可以用在這台影響機裡面 每次我有一個維修人上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這台影響機 或者你買我這台影響機的時候 定期要在我那裡買紙 那時候你就會知道 這個人究竟用了多少紙 或者在這台影響機身上 用了多少我公司的紙 或者是在這台影響機身上 我們便可以檢查到 我們便可以檢查到 那個號碼是這麼多的 我們便可以跟這個號碼 來收回相對的repairing cost 那時候我們的tie in sale便成功了 我們便降低了 我們便降低了 降低了我們的measuring cost 那另一方面 其實我另外想額外提提 就是Full Life Forcing Full Life Forcing Full Life Forcing 其實張曼翔本書也有說過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一起綑綁式銷售 例如是一間工廠 工廠開始就是做生產的 那生產之後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對市場不熟 他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他沒有做了Marketing的調查 那他怎麼辦呢 他可能找零售商 叫他幫我買吧 但是他給零售商 他也不知道什麼價錢 所以他可能是根據他的成本 集合了一大堆東西 可能有牙膏 牙刷 杯 浪衫架 一大堆的東西 可能是廁所用品 那些東西 一次過丟給零售商 我根據他的成本 成本 就是整個利潤率 然後就說 麻煩你 我就收這個價錢 因為我不太知道外面的市價 因為零售商的優點 在於哪裡 就是知道外面的市價 所以他一給零售商 零售商 就可以把零售商 把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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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零售商賣多少 所以他逐漸 就能理解到自己的市價 那時候 他就不用益 零售商 到後來 或是遲些 過一段時間之後 所以這個時間是短的 其實還有什麼 劇院也是 劇院 有時候有些不太有名的影片 或者是一些新進的導演 因為你沒有一個市價 人家都沒見過 人家第一次見到你拍的影片 都不知道你真的好看 還是觀眾覺得好不好看 沒有市價的時候 可能 那些生產商 可能一堆 有些不太有名的影片 或者是沒有大明星製作 沒有大導演製作的影片 集合在一起 就賣給那些劇院 那劇院就會一筆買回來 所以你有時候 看到劇院不是有很多 筆日放映的 但是放極都沒有 就可能這些原因 那來講 會變成一筆的價錢 因為我可以降低我的成本價 測量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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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降低這些成本 那變成了我的成本 這也是Full Life Forces的考法 好了 還有什麼 例子呢 就是Divergence 這件事 Divergence 來說 C都不是考太多的 Divergence 這個字 先說一下 這個字就是 無論對人家好的影響 也好 對人家壞的影響也好 但只要這個影響 是沒有大家談過的 沒有一個transaction 在裡面的 或者是沒有大家簽過聯合 或者是交通過聯合 或者是交通過聯合 那這樣的 這個影響 我們就叫Divergence 就是分歧 這個可能 大家可以想一下 大家還沒交流過意見的意見不合 這件事 記住 有一個東西 Divergence 有時候 就算我沒有交流過 我們意見也一致 這個就是彈琴 原來我彈琴 我彈到 我剛開始可以聽到 我彈到有個位置 就覺得我不想再彈了 我已經累了 開著手指 我不想再聽了 這個位置 這麼巧 原來我樓上的鄰居 都覺得這個位置足夠了 我聽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你的歌聲 開始重複了 那時候 我也不想再聽了 這個位置就沒有Divergence 這個位置就是 剛巧沒有聊天 都沒有出現 都成功了 這件事 就是這些特別的例子 通常要經過Transaction 才會沒有Divergence 第二件事 我想說Divergence 很多人有個誤解 例如我以一個Pollution為例子 沒有Divergence 有時候有個錯誤 沒有Divergence 就是一滴污染都沒有 清除所有的污染 整個世界都乾淨 整個世界都乾淨 你一間工廠做污染 是否就是產了一間工廠 這樣就叫做沒有Divergence 不是 千萬不要這樣想 我們要讓Divergence 沒有了就是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不是Eleman 來的Pollution 我們是把Pollution 做到最好的 做到對社會最有益 簡單來說 原來Pollution 當然有NB和MC 有Pollution 對世界有生產 但也對社會有損害 其實 直到一點就是 NB和MC 或者經過人的Transaction 例如 經過旁邊的職務廠 或者旁邊的鄰居 經過這些事情 最後 最好的Transaction 最好的Transaction 變成了 舒緩了Divergence 記住 我們要做Divergence 不等於2.mL的Pollution 我們是讓Pollution 控制到一個最好的位置 令社會最得益 好了 之後 Divergence也有一點 就是關於 TOO MANY的Transaction 有時候你看到 Divergence這件事 有時候明明有Divergence 為什麼不搞呢 原來就是TOO MANY Transaction 例如剛才的 例如吸煙 你也知道 小去多來說是一個好事 小去多來說成本比較低 但萬一就是 大家都是一個很多人數 很多人數的時候 其實如果非吸煙和吸煙的人 其實你想想 其實我非吸煙 當一開始的權利 記得權利很重要 權利在於非吸煙人士上 他們吸收新鮮空氣是對的 而吸煙人士 弄到非吸煙人士 吸不到新鮮空氣是錯的 所以 一開始的權利 是屬於非吸煙人士 所以 應該是吸煙人士 應該要給非吸煙人士一筆錢 但結果 為什麼不會給 或者沒有這筆錢 沒有說 在茶樓裡 手交手 你給我這筆錢 因為太多交易 太麻煩 TOO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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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 如果說 這個資源 一開始 例如吸煙 原來的資源是吸煙的人 吸煙的人 那 反而是 反而是 不想吸煙的人 給錢 這個人 這個權利 吸煙的人 就在這個 這個資源 一開始在這個 這個資源 反而是 非吸煙的人 就給錢 吸煙的人 麻煩 我想在原本這個 充滿煙的地方 想要達新鮮空氣 那我就和你交易 那我就給你一筆錢 那你就給我一塊 這塊 清新空氣的地方 這間房子 那你做不做到呢 我交易了之後 就沒有這個交易 所以 我們一開始要看 YG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YG 其實這件事 其實大家在傷害大家 如果我們不想這件事 其實我們可以想 你又不讓我吸煙的時候 我不讓你吸煙 簡單來說 我正在損害你的利益 只是我不讓你享受 但是你吸煙的人 你又堅持要吸煙 你又損害非吸煙的人 因為你不讓我吸新鮮空氣 所以 YG很重要 那當然 Transaction 不代表錢 其實我們 用這個 法律的途徑 或者 court的途徑 或者 通過律師 其實也是做了一個產生功能 因為律師做什麼的 一開始我宣布 YG是 在這個吸煙的人 或者宣布 在這個吸煙的人 那時候 就做了這件事